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稍微拉回一点 我们今天指数是下跌30点 不过今天其实指数是创新高的 就是说创新高以后稍微有些震荡 我们再看台股跟看美国股市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晚上大家很关心的 新的经济数字 昨天的PCE公布出来 PCE公布出来总的来说就是符合市场的预期 这里有一个折线跟一个柱状体 折线表示的是综合PCE 柱状体这里是什么 这是核心PCE 两个都是粘振率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重点就是符合预期 第二个重点就是它还是慢慢的往下 也就是说下来的幅度没有非常陡 但是就是慢慢的在往下面走 这表示通膨还是在降温之中 但降温的速度不是属于那种很陡峭的下降 我个人认为慢慢的下降是好事 因为太剧烈的变化 其实对经济体都不见得是好事 慢慢的下降反而表示说 它就是通膨降温的方向没有变 而且是在可控制的慢慢移动的范围 这个情况来说我认为是好的 那同时也表示说六月份降息的几率也相当大 所以整体来说就今年紧缩的环境就过去了 那接下来就会迎接到宽松 那所以大环境的背景上都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的话 第一个这个定调要先抓清楚 那再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国际股市 那先看到昨天的话 NVIDA跟AMP表现都很强 那先看这是昨天呢 在这个美银部分的新的报告 那讲到NVIDIA跟AMP呢 那么基本上来说对AI的需求还是很强 所以呢这里面已经讲到就是有很显著的成长 所以AMP跟NVIDIA 那么美银其实都调高它目标价 所以呢那AMP的目标价还没有调到这么高 那NVIDIA已经直接到925块钱了 所以呢看起来现在大家这个 那个渐渐调高这个目标价的方向没有变 所以之前最高不是有到1200吗 那1200大概算是摇摇胜过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目标价 但我觉得看起来现在目标价都还会陆续调高 那昨天NVIDIA也是创新高 那当然NVIDIA马上就会三月份有它的开发者会议 那开发者会议应该会有正面的讯息 所以呢美国股市其实都非常的强 那重要股票里面这是昨天的NVIDIA 昨天NVIDIA其实它已经怎样 它已经快要往八字头走了啦 是不是 所以我们才会说 今年操作要注意几个地方 就是说当然注意小节是好事 但是如果把本末导致就不太好 也就是说今年的最主要是大循环你要 大循环你要放在心里 这是最重要的方向 那大循环里面会有小的拉回 小的拉回你反而是要逆着做 小的拉回的时候你要早买一点 这样才不会因小失大 因为很多人在小拉回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会过度放大那个拉回 而没有想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涨多的技术拉回 那你把它放太大的时候 会模糊掉你原来的东西 那反而你就望了大的方向 这种情况就很容易会砍在地板上面 那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有很多的个股 都会有类似的例子 所以才说今年你要怎样 大方向看清楚 那在小方向拉回的时候 就是你把握机会的时候 因为今年我觉得都才刚开始而已 那我们先来看这次NVIDIA NVIDIA大家记得这天 当时这里也是很多人觉得 头部要成型 要破线 然后再来 是不是 连伍德也是卖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结果证明 其实它就是买一点 那一样这里拉回也是买一点 那其实也拉回过很多次 所以拉回你就要找机会点 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一些大的东西 它其实都才刚开始而已 那你就会问说 但是这样子 拉回朝买点 拉回朝买点 然后它没有上限吗 它当然会有上限 但它的上限不用现在数字看 它的上限你要用未来数字看 所以才会跟大家分享到NVIDIA的 这个 现在的本益比 你用这样看的话 你大概早就已经卖在地板上了 那但你要看就是未来的 所以用远期一年的本益比来看的话 二十几个 二十几倍 其实我认为 大家都还算是 还算低估 因为接下来还有H200要出来 还有B100要出来 那这些出来之后 那么对获利提升会更明显 而且还加上什么 还加上现在AI的 AI的整个的应用才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今年应该算是真正AI的元年 所以大家把握好机会 那我们再看昨天还有一个 这个AMD也相当的强 AMD的估值就市值 昨天已经突破了3000亿元了 同时也是再创新高 那么花期也持续看好 所以呢 你会发现一档一档都接续上来 对不对 刚刚也讲到美国银行 它也是看好这个区块 那也上调了目标价 那再来的话 今天盘后有DALE 那DALE的公布 它的数字呢 那2024年的1月的这个季度的营收 那营收来说的话呢 是223亿 那再来的话呢 收入来说要比预期来的高 所以一般预估是在221左右 那出来的是223左右 那美股盈余的话 也是比预期来的高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呢 就是说第一个数字比预期好 这当然就是第一个利多 但是更重要是在下面这里 下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DALE的副董事长 兼营运长他说 那我们的人工智慧 优化伺服器呢 势头强劲 就订单呢 那帧比呢 已经 环比的帧比 已经到40% 而且积压的订单中 积压的订单几乎翻倍 这表示后面出回来继续成长 所以呢 这表示整体来说的话 都非常正面 然后大家会想到说 但它还有一个PC的拖累嘛 那也有谈到 那PC是往下没错 但是预期下半年就复苏 那其实现在就已经是3月份了 所以呢 下半年其实会更精彩 下半年PC复苏 加上手机上来的话 那那个就会结合到边缘AI 那结合边缘AI 我讲过那个是很大的市场 那个成长性就是真正的落地到 什么 落地到大家的应用里面 所以呢 它说下半年就会复苏 然后呢 因为Windows Win11的软件 那还有呢 库存老旧 所谓库存老旧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管在哪一段都老旧 库存老旧 就你现在 在通路里面的库存 还有一点 那些也是很老旧 那再来 消费者的库存也老旧 对不对 你的PC 你的NBA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如果你是已经是3年前买的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旧了 那等到Win11出来后 它就变更旧 新东西出来后 就变更旧嘛 那你到AI的功能再出来后 那就更旧 那以后就变成古董东西了 所以呢 这个新的采购中期 就要开始了 所以呢 虽然现在还是有一点往下 但是基本上 下半年就会复苏 所以整个来说 就已经勾勒出来了嘛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第一个 那AI还是一个经典主轴 而且AI的应用才刚开始 对不对 就像我们最近跟大家谈到Sora也是一样 那Sora我们也会有个影片给大家 那现在还在自助之中 那我会用很简单的方式让你懂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么为什么 这个会引起市场这么大的手动 所以呢还没有订阅我们YT频道 记得要先订阅 那你就在YT里面搜寻均用软实力 那搜寻到之后 订阅同时要打开小铃铛哦 那包括产业快讯啊 包括ETF这边啊 不然债券的ETF还是台股的ETF 那还有包括最重要的产业快讯 产业里的深度解读 那我都会用很浅显的方式 让你可以一定听得懂 但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所以呢还没有订 赶快订起来了 好所以今天大方向就是往上走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来看看先看美股好了 美股股是很强哦 来 那道琼就是一阶一阶往上 对不对 他就一段一段往上走 所以道琼走势和另外两个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上去 所以呢来这里的话呢 你操作很简单 你就是在乡齐下缘找买点 对不对 那纳斯达克跟肺半 就稍微比较不一样了 他们就是会用比较抖的方式走 是不是 所以纳斯达克其实收盘价 已经创新高了 对吧 其实收盘价已经创新高了 那这个走势呢 从这波落底上来以来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在强劲夺头之中 好所以呢 其实都有买点的 对不对 拉回来的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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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我讲 你要把大的趋势放在心里 然后小趋势拉回来的买点 对不对 如果小趋势拉回来的时候 你忘了大趋势 你就会说这里迫切 你就会说这里有什么 跳空缺口 然后你就会说这里迫切 但是结果是 每一次都是非常漂亮 低节的时候 好 那肺半的手势也非常强 那肺半是已经先创新高了 有没有 那其实他也是都有买点给你的 所以呢 今年要记得 你要记得他的方向 那你记得方向之后 拉回来找买点 所以这个买点 这个买点 这个买点 我们都公开跟大家讲 好 所以你也可以看前面的袋子 你就会知道 在拉回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的都很中肯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获利就是从哪里开始 你的获利就是从 这个拉回后开始 好 所以呢先回到我这边 镜头先回到我这里 来回到我这边来看一看 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这个观念还是要记得 大的方向是往上 小的方向中间 没有拉回的时候 是很好上车的机会 好 因为呢你总不能在每一次 创新高的时候才去买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在拉回的时候 找买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走得这么强 那这里面呢 我们用一些宏观角度跟大家讲 好 来看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呢 来看这个是来自高盛 高盛所做的 那美国呢 回购股票 就是回购股票 宣布回购股票的金额 所以这从2011年到今年的2024 好 所以你看今年来说 比去年低一点点 好 因为去年真的非常非常高 好 但是今年还是在什么 历史的高位附近 好 那你可以去对比前面的情况 好 那么之前比较大的回购 像这两次 在这一次 这是在2017跟2018 然后2020跟2021 好 那再来是2023 好 所以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这个美国股市的走势 或者台股走势也是 你就会发现 2017跟2018就是大涨的多头 2019就是拉回来的时候 对不对 2020跟2021就是股票狂喷的时候 2022就是库存修正的时候 2023去年就是大涨的时候 那今年的话 还是维持在相对的高位 也就是说今年指数还会继续往上 好 也就是说自家就看好自家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要从稍微大一点的视野 那你从台股来看也是一样 台湾未完成的订单 减掉客户的存货 有没有 现在不是在高档 不是在这种 已经扩张很久以后 现在是才刚刚开始 开始要扩张而已 所以呢指数这里 绝对不会是高点 是不是 我觉得指数不会是高点 但是很多人会很紧张 这就是心态上的差别 如果你是停在过去的心态 你怎么看 你其实每天都会 都会有一堆的理由 但我还是在讲 我们用长一点来看 那基本上呢 落底翻之后的话 它就是一个多头的循环 而且所有均线也是多头排列 所以这个方向是没有变的 我当时跟大家讲 这里是什么 大好的买点 那再来我跟你讲 这里均线已经翻多了 这是尊正的多头排列 所以上来之后 它现在完全就是 在多头轨道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是留在去年的思考 或是比较空投的思考 那就会有讲不完的理由 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包括呢 这一天下来的时候 大家会说破线 对不对 那上去以后 会说量价背离 量价背离上去以后 又说报大量 那报大量以后说量价背离 所以其实永远都会有 讲不完的理由 这就是所谓因小施打 也就是说见数不见零 有些人看到很小的东西 就忽略大的 那其实今年就会差非常多 好 所以我们用一些 比较大的视野来跟大家说 那希望大家今年都跟着 我们一起来赚多少钱 因为今年呢 我真的认为是要刚开始而已 因为AI的应用 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 真正的大量普及 它还在刚刚萌芽的阶段而已 而且又把从原来的文字 生成扩大到影音生成 你知道这会颠覆的东西 其实有多少吗 这个颠覆的 已经不是一样东西 两样东西 而是全面性的颠覆 全面性的颠覆 就会带来全面性的什么 全面性的大商机 所以今年就要把握好机会了 好 所以大盘来讲也是一样 那我们看今天OTC就更强了 对不对 今天OTC就继续创新高了 是不是 所以这很明显的是什么 是均量在上来 你不一定要看一根量 你看一根量 你看一根量有时候会有迷思 你就看它整个均量在往上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内支回来了 所以内支一直在扩大它的持股 所以一直在扩大它的部位 好所以到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就是 来它只有涨多可能会震荡 但是震荡保持的创新高 好所以要把握好机会了 那当然个股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才说 今年其实是非常好获利的机会 那还没有跟上朋友 要赶快跟上 那当然台湾本来就是 电子的重镇嘛 所以呢 AI所带出来的 那不管是从我们的 国外的NVIDIA 我们的台积电 那或者到IP 还有包括IC设计 那到下半年的时候呢 应该第二季就会开始反映 还有包括边缘AI其他相关的都会出来 那包括中间还有光纤 还有细光子 因为这都是AI成型一定要有的东西 所以其实今年赚钱机会非常多 那会造成什么现象呢 就会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呢 今年就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你的产业上面是正向的 人性应优出来 那加上什么 加上还有大量的资金 今年资金非常宽松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股票会非常非常强 所以大家就要把握好机会了 好 那我们在这之前 先来看看一个东西 先来看看就是说 在个股上来讲 其实IP今天也都颇强的 我们先看呢 今天市新已经准备快创新高了 对吧 4340块钱 来看一下 已经快要创新高了 是不是 然后再来的话呢 M31今天直接也刷新新高了 1985块钱 那这些呢 都跟AI有很大的关系 尤其ASIC 你知道边缘AI说它又会更大 对不对 它又会更大的专用的东西出来 所以呢 我才会讲 今年其实呢 你单单一个IP就很多获利机会 当然还有IC设计 然后呢 到接下来还有网通 因为网通也很重要 为什么说网通很重要 因为呢 这个 你要把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多的数据去传输 那这个也是要全面性的升级 所以今年机会其实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个股 那来看个股呢 先来看今天神盾又继续创新高 对不对 那昨天已经创新高了 昨天338块钱创新高 那今天347.5元再创新高 来大家记得 这个真的是 你只要有买都赚大钱 对不对 而且我不是跟你讲去年的事情 好 我们神盾进场什么时候是 我们神盾进场是 今年1月份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1月份我们才进场的神盾 那个时候才126块钱 那现在已经347.5了 也就是说你投入126万 现在变347万 你知道这样的获利 这样的获利是多大的幅度吗 这已经不是五成一倍的问题了 是不是 这涨了又继续涨 是不是 五成一倍还有一倍 一倍以后还要继续创新高 一倍以后还有一倍 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的最重要的重点 也就是说 今年获利幅度真的会超过你想象 那神盾故事我讲的非常的多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IP跟IC设计 他们会非常的爆发力 就是因为他们不只是最上游 而且呢 它还有很重要的 它没有产能的限制 它可以无限过充 所以这非常非常重要 来所以呢 我们就恭喜大家 今天继续创新高了 那手上有的人怎么做 手上有的人你就继续赚钱 你就让你的获利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累积了175%的获利了 还在创新高之中 所以呢 手上有的朋友 来就跟着我们继续大赚就可以了 所以今年就像这样赚啦 你一定要用新的视野 你不要用过去的视野去看 那你绝对看不到表谷 对不对 你要知道2023的东西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很多人会说过去的财报 其实最近也些 有些人大概也会说 二月的营收怎样 二月的营收 有些会下来我没有错 那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重要 你要看的是未来的东西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二月营收一定很多人下来的嘛 你就放假啊 对不对 你说第一季财报没有飘让成这样 其实很多公司大概都是那样 但是那都是你的买点 是你好股票的买点 因为第二季开始很多股票都会喷出 好那我们回到神盾这里来说 神盾继续创新高 包括我们昨天谈到安国 安国华丽转生 好那昨天安国也没什么涨不是吗 对不对 今天表彈给你看了 好接着直接冲涨停板了 准备就要解禁了 好所以呢 该喷出的还是会喷出 该涨的还是会涨 那包括基尼科呢 也准备要继续创新高了 这在反映的就是 接下来的GPU的订单 CPU订单跟PCIe的订单 这两块都是非常大的市场 一样可以给你很大的获利 从一字头二字头三字头四字头五字头 到准备要继续创新高 这就不是只有半倍而已了 是半倍以后才半倍 所以真的很多很好获利的机会 那大家就记得要把握了 好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所以呢 还没有锁定的朋友 记得广告时间 你可以先做的事是什么呢 广告时间你可以先做的是 就是在YT上面搜寻金融软实力 五个字金融软实力 搜寻到了之后 记得订阅同时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们有一系列非常非常强的影片 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除了每天的解盘之外 还有包括债券ETF 台股的ETF 那还有什么 还有产业里面很重要的重点观察 那么有些产业是比较 讲起来大家会觉得比较生硬 但是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懂 所以呢 你看完之后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所以我们的YT还没有定起来 记得广告时间 你就可以先搜寻金融软实力 然后订阅以后开启小铃铛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 下面接下来的这一档 我认为是下个礼拜 非常有爆巴力的股票 带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呢我们股票挡挡都很标 那么我认为今年其实是真的后面还会更标 因为呢现在是二月份我们刚过完 今天是三月一号三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当然有很多朋友现在跟我们一起 就一口气要操作到年底 然后掌握现在到年底的标股 那我觉得其实机会非常非常多 因为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标股 而且呢每一档都是公开验证公开操作 大家也看到那个绩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应该说完胜很多人 那当然重点是现在才三月刚开始而已 那接下来我刚刚讲到 时空背景产业发展都对后面是越来越好 那更重要的是多头你就一定要跟我 因为多头确实我们的获利速度会比别人快非常多 这是因为股票本来就是往前看 他不会看过去的东西 那你若用过去的讯息来去做股票的话 那你也可以有获利 可是你的获利就约莫等于大盘的获利 那或者是有可能小于一点点也不一定 但如果你看的是更前瞻的讯息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视野要够大 那再深度要够 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转换成股票很简单 因为就是怎么买怎么卖的问题 那怎么去把握哪一档股票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而这一些那你跟我就可以很轻松达到 因为你其实呢 也不用真的让每一个都懂得非常非常详细 就像我们的新影片会谈到SORA 那SORA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讲 但是有的人可以懂 有的人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模模糊糊 可是其实你都不用知道这么清楚 你知道的话是增加你的尝试 你的讯息增加你的学问 那更重要的是的话 你会有个概括 但是呢买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会喷出 那你就直接跟我四个号码就好了 对不对 你跟上我的讯息 那这些事就可以完全搞定 好那我们回来看 那我们的标股其实是一档一档都很强 那这个才过了两个月 但是我们的股票一档一档在创新高 对不对 那除了前面刚刚讲到的神盾 这一些还包括什么南郡 南郡的话呢也是创造了很高的幅度 那再来还有康全 那康全昨天还创新高 昨天90块两毛钱创新高 那今天继续创新高 那今天它没有涨停 但是也差一点要涨停了 今天大概7%左右啦 所以今天93块半再创新高 所以呢来我们第二次的操作 从71块到93块半 那也有31%的活力 那如果要加上前面那一段的 那就真的就是随便也是五成以上 随便抓 应该都六成有了吧 六七成可能有了 因为我们当时从50开始操作 做第一大段 然后整理之后再第二大段 那第二大段到现在也是一路越赚越多 所以其实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这就是你要跟着最前瞻的讯息嘛 股票一定要看得再远一点啊 你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嘛 那谁家有爆发力 谁家有新的订单 然后谁的营收会大成长 那谁有不可取代的能力 这一些的话都是股票会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 好那讲这些之后 来就先恭喜大家 反正有跟上的朋友都在都很轻松的赚钱 对不对 尤其康全价位那么低 每个人都可以买啊 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 是不是有量有价 怎么样买都可以大买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 刚讲一个很重要的对不对 刚讲到说 来看我们的金尼克很喷 来看我们的神盾很喷 来看我们的安国也是一大段一大段赚 那么再回过头来 那么其实还有一档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呢 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 想要跟上的朋友 你等一下就直接打来了 因为你直接打一次最快的方式 你也不用自己猜 那如果你要自己 真的要猜猜看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更好 因为这个是下个礼拜 就要喷出的股票 来这档股票呢 爱如潮水 好那先说呢 第一个就是COVAS 细中介层的IP 细中介层 大家知道COVAS 就是一定要细中介层 是不是 你做到小晶片就是一定要 细中介层里面 有多少细中介层 就需要多少的IP 所以这第一个是无法取代的 那再来第二个 还有最近比特币 大家有看到吗 所以比特币非常的疯狂 那比特大陆下了一万片的大订单 就是这一家公司 所以爱如潮水 想要跟上的朋友 怎么跟上来呢 等一下这个电话 就直接打电话进来了 下个礼拜 记得一定要把握好这档股票 我们的标股又要准时出发了 还没有跟上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来了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